不必要我是尾夕 岳部鞋保障合集来了 虽然说保障鞋这三个字鞋 现在有点中性词的味道 不一定是报义词 但是岳部的保障鞋真的是非常的多 有谁跟我一样很喜欢 有事没事就去网上面搜一些岳部的冷门好鞋 加上其实岳部现在在国内的旗舰店 经常有一些特价活动 价格真的很给力 随随便便就是半折了 四折了三折了都有可能 本期精选了一些个人入手的精品岳部球鞋 冷热门的评价的都有 还有近期大热的 这三款联名款 国潮天花板 Random Event 应该没有人不服了吧 不服的你还可以说说有什么国潮你喜欢的 我们乐于讨论 我们开放讨论的 那先说起Random Event RDET之前跟不少的品牌有个联名 The Vance New Balance Puma 以及旗下的Melting Sciences 跟阿迪达斯的一系列的鞋子 非常不错 这么一说RDET 跟不少大品牌都好像有一腿 4月22号的计划就发自三双 其实已经退后了一个月了 因为疫情嘛 这三款的鞋型都非常的热门 非常经典 我们不如来投个票吧 三双 你觉得哪一款是你觉得最好看的呢 那就先从这一双聊起来吧 RDET 联名 Rever Victory G 发售价899 鞋面采用了兼具防水 以及透气性能 GOTEX材质 带鞋的内衬呢 就可以看到铺满了这个GOTEX的标志 几皮材质薄 质感非常不错 配色呢也呼应了RDET这一次的Travel in Trouble的主题 鞋身有斑驳的绿色纹路细节啊 我更觉得跟玉器的那种色泽就非常的像 设计上面跟我之前穿的一件他们家的夹克呢 应该是相互应的 三双鞋子呢在鞋带的位置呢都统一的做了一个小吊队 重点来的朋友们 墨绿色的大底居然用的是Vibrant 橡胶大底啊 抓地力肯定比一般的复古鞋好更加多 而且增高效果也特别鞋呢 来打个分吧 瑞布的复古慢跑其实非常多 比如说这一款的瑞布CL Legacy AZ 目前三四百块就可以入手了 以七八十年代广为人知的一款鞋型作为设计灵感啊 复克了它的鞋头的轮廓 搭配有几皮以及尼龙网面结合的一材质拼接鞋面 那另外这一款也呼应了之前推出的CL Legacy的鞋款的 巨尺状大底跟上扬色的鞋后跟做了一些调整 展现出复古又带有现代立体流线型的完美外形 灰白配色搭配的非常的淡眼耐看而且易于搭配 而另外的一个黑配奶白是莫名其妙有钩子的Sakai味道 价格真的算便宜了 你会冲吗 那Legacy这个鞋型真的是男女通车 而且一场容易搭配成情侣款 如果嫌弃刚才那款太素的话 可以看看这一双 Greiber CL Legacy 女粉狂喜 粉男大爱 果然粉色才是男人的最佳选择 同样是脊皮结合的网面以及皮革的拼接鞋身 但是在颜色上面呢就会 哇粉嫩了不少耶 无论是鞋带孔的粉蓝塑料件 还是后跟的粉蓝拼皮提拉味 又或者说粉红的内衬 星座的金属挂件 以及鞋垫满铺的飞鸟图案印刷 少女心之鱼也非常适合夏天 旗舰店不到300就能冲 难道不止吗 RTET 联名Web Premiere Low 发售价格1499 三款当中的唯一一双黑五式配色的鞋型 Premiere Low也是Web旗下 非常具有科幻感的鞋型 所以这一双在整体的色调上面 采用了黑灰加墨绿 所以未来感就非常足 另外在布线上面 还采用了棉布金属网布 以及多种的材质组合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高耸起来的 立体太空棉 以及一些橡胶件 搭配这一个色调 营造出一种非常错落有致的层次感 性能方面 DMXY缓震中底 以及中底大面积的Transition Break 提供非常不错的支撑性 所以无论是搭配还是性能 脚感上面 Premiere Low都有不错的表现的 那说起Premiere Low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双 大家看到我在节目里面竟然穿的 就是这一款Premiere Low Plus 6 全体荧光的版本 不得不说 原来这一双鞋子 还是一个韩国品牌的不明显的联名 跟另外一款的白色同为联名款 这双鞋子我们工作室 是渣渣同样有一双同款的 它用的比较便宜一点多少钱 340多 我用的比较贵一点 我就500多用了 DMX中底加TPU的嵌入 两片式的橡胶大底 宽大的鞋身用来配搭短裤还是长裤 都非常的帅气 不过需要注意一点的是呢 这一款鞋子啊 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配色 而国内的官网呢 好像并不想区分它是普款 还是联名款 都把它们放在一个链接当中去 接下来这两双啊 搞点个人品味一点的 Piomose Laming River Experiment 4 两个配色 你更爱哪个 我特意发了一下记录哈 两双鞋子呢 去年买的时候呢 分别是1000块以及1500块左右 而现在国内二级平台呢 已经去到3000了 所以真不建议大家国内买 有途径的可以早早代购 因为这款鞋子其实还算蛮冷门的哈 说到未来感的话 不得不提瑞布的全球创业 就让你总监他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鞋子了 不过据说这位老兄呢 今年就要谢宴了 Piomose整个系列呢 都是以非常独特的 奢华时尚运动风为主打的 在鞋款当中呢 融入了非常厚实的未来主义 甚至呢 还融入了乐部最为著名的 Instapam Fury的风格鞋底 编织的鞋面 带有橡胶涂层的皮革挡泥板 两层的鞋舌 濕庸的衬领 分体式的大底 还挺厚实的 最后来看看 RDT联名 Raebo Cup C 这双发售价最便宜了 799啊 那可能就有朋友会觉得说 哎 Cup C还卖799 你太贵了吧 太不良心了吧 但你看完这双鞋子的细节的话呢 我觉得799这个价格也是非常公道 决于网球鞋的Cup C呢 有多OG不用多说了 同时 评价款非常多 我之前的节目已经介绍过很多全皮革鞋身 又耐看又经典的配色哈 一两百的价格不幸的话自己去翻一下吧 绿色的纹路在皮革上面的展现呢 会更加的游和 配上墨绿色的脊皮 奶白等等的暗纹细节呢就非常高级了 皮内衬加皮鞋垫啊也是细节点缀的 Cup C的评价呢实在太多了 而且最近呢 快递也确实发了有点慢 有的也发不出来 所以呢 这里就放一些我自己收藏家购物车里面的一些鞋款 供大家参考一下吧 OK 那么今天介绍了这7款月步 但最喜欢哪一款呢 可以在公屏这里投票告诉我 同时 如果你有薪水的月步写信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来 供大家去参考参考 下一件 讲连牛逼